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能够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跟大家见面 来谈谈了凡四讯 这本书是我在26岁刚刚接触佛法的第一本念的书 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 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 这个书我对它非常爱好 也常常读诵 也讲过不少遍 那么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 当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 但是往年所讲的依旧可以做参考 廖凡先生他姓远 他的名字叫黄 红黄蓝背后的黄 字昆毅 他是当时江南吴江县人 他生于明世宗 世宗是明朝第十二代的皇帝 家境十四年 公元一千五百三十五年 这样子诸位就比较有清晰的概念 距离我们现在有五百多年了 那么廖凡世宣 后面附的有一篇文章 《于静义与造神迹》 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秆敬义与建义业的建议 大辽凡先生呢 十岁 大十岁 他们曾经在这个盯筹年 就是辽凡先生的第二次去考境 information 那一年他是43岁 这个于静毅先生53岁 他们两个同科 于静毅考取了 廖凡先生没有考取 廖凡先生一直到丙训年 到万历丙训年 他52岁才考取静思 所以我们从他一生传记里面来观察 改过自新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 特别是早年 前20年很辛苦 到了晚年功夫成熟 断卧修善 是越来越容易了 我们来看这个本文 与童年丧父 于是廖凡先生自称 他是童年童子的时候 根据这个猎命之学来看 我们晓得他丧父决定是在寿五岁之前 怎么知道呢 因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寿五岁 所以决定是在寿五岁之前 他老母练起学举业 这个举业就是读书 求取公民 他的母亲告诉他 不必去念书求取公民 劝他学医 可以养生 可以寄人 学医有这么好处 可以养活自己 也可以救济一些病苦之人 且惜意义已成名 二父缩心也 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 将来能成为名医了 这是你父亲对你的一个愿望 这后 欲在慈云寺 欲业老者 羞然 伟貌 飘飘若鲜 欲离尽之 这就以后 这个后 就是他十五岁那一年 公元 一五四九年 他在慈云寺 遇到一个老人 羞然 伟貌 羞然是胡须很长 相貌非常 魁梧 看到 飘飘热心 不像是凡人的样子 他看到之后 对他非常礼尽 那么由此可知 廖凡先生从小家教好 这个 虽然年纪轻轻 十五岁 厨师 带人 借屋 就很懂规矩 这才能讨人欢喜 是逗人喜爱 欲与悦 这个老人就告诉他 子 四路 中人 这个老人 好像是会看相 一看到 你是个做官的命 明年就进学 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 何不读书 为什么不读书呢 你这个到处在外面游荡 为什么不读书 欲告一顾 他就把他母亲教导他 不要念书 去学医 他在外面游荡 可能是在采药 因为 受五岁学医 那一定是学徒 或者是跟个大夫 或者是跟这个药店里面 做学徒 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道理 所以他把这个缘故告诉 这个道长 并扣老者姓氏离居 向老人请教鬼姓 这个从哪里来的 五姓孔云南人也 这个老人告诉他 他姓孔 他是云南人 的少子黄极肃正传 少康杰的黄极肃正传 现在四库全书里头 还收着有 我曾经就翻了一番 实在是看不懂 这个完全是属于高等的数学 这个书里头 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 讲国家的命运 讲世界的命运 完全是从这个义经挂苏里面来断定 所以苏盖传儒 这个从这个定书上来讲呢 我应该传给你 你看这个老者第一次跟他见面 怎么知道能传给他呢 这里头就有大学问 这种学问跟佛门里面 宗门教下族式大德传道 非常类似 这就是廖帆先生就引导这个老人回家 看看他的母亲 告诉他的母亲 母约善待止 士气素 亲习以解义 母亲好好招待他 试验试验 他算得零不零 结果一试验呢 他算得雾然零 于随其读书之念 从这个地方呢 他对这个老者给他推算 他有信心 这样呢 又生起读书的念头 母子表兄审称 跟他的表兄商量 表兄说 玉海谷先生在神游夫家开馆 我送入济学身边 与谁离欲为师 他的表兄把他送到玉海谷先生那里 玉海谷在那里教士书 这开馆就教士书 那么他把他送到那里去济学 廖凡先生就拜这个玉海谷先生 魏老师 孔 未语其术 现考同生 党是四名 福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孔先生替他算 替他推算 他说 你明年去到县里面去考 考秀才 考秀才呢 县考是四名 福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提学是神考 那个时候 考秀才要通过这三观 他说明年去考啊 这明年是十六岁 十六岁去考的时候 果然考取了 而且明术完全相合 三处 明年复考 三处明术解货 可见的 孔先生 这算命的功夫很不错 相当高明啊 他不是江湖术宿 他是个真正有实学的 这个术 术理专家 中国也叫做命理专家 他是真的 他不是假的 说福威普 终身引修旧 既然这样灵验 请这个老先生 算算 一生的流年 吉凶厚福啊 一 末年考第几名 末年当补灵 灵 也是秀才里面一个等级 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 公费学生 灵是灵米 他的名额呢 是有一定的 必须要有缺 处缺 这个秀才里面 考试啊 名次最高的 在地补上去 在补灵 所以某年呢 当供 供生 比这个灵生 又要高一点 那么都还是秀才 所以秀才里头分很多等级啊 以供生为最高 临生为其次 供后某年 你当了供生之后 某年这个供生呢 就有资格入太学去读书了 所以那个时候入太学 太学的时候就是国家办的大学 古时候只有一个 叫国子建 这个这个太学呢 都是设在首都 设在京城 那么明朝时候有两个 国子建 这什么原因呢 明太祖啊 这个建国的时候 定都在南京 所以南京有国子建 以后到陈祖 陈祖迁都到北京 所以北京呢 也有个国子建 明朝啊 国家办的大学 就变成两个了 这个常识 我们要等供生以上 才有资格到国子建 就读书 这是供后啊 某一年啊 你会当选这个四川呢 一位县长 大营市县长 再任三年半呢 介意告归 你再任三年 你就要就要告劳还乡 为什么呢 五十三岁 八月四日丑时 算得这么准确 当忠于真卿 你寿宗真卿啊 你的寿命到了 些无子 你命里头没有儿子 与贝禄而谨记之 贝禄就是一桩一桩 他所讲的 统统把它记起来 记着 这是他一生的流年 是自此以后啊 翻语考教 其民宿先后 借不出孔公所宣定的 宣定他算定的 以后 每一年 读书考试 名次 全都被孔先生 算定的 丝毫不差了 这里面呢 有个插曲 独算于 是零米 九十一档 五斗当初共 就是他当零僧 零僧呢 他领的 国家给他的 米粮 配给他的米粮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公费生 他要领多少米粮呢 要领九十一档 五斗 他就出共了 换句话说 他从零僧呢 就生到共僧了 几十米 七十余蛋 图宗司 即批准不公 与切一致 算命是给他算 九十一档 五斗 他才能出共 但是他 零米 七十多档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图宗司 宗司就是当时的 提学 管一审 教育 相当于现在所说的 教育听长 他就批准 补这个共僧 补共僧 那就就是出共的 他心里面就疑惑了 为什么这个不对了 这个算的就不对了 后 国委 树印 杨公 所不 图宗宗司 批准不公 这个文件上去了 被那个树印 树印是代理 这个代理的这一位 杨先生呢 把他不回来了 不准他不公 这道 这道顶某年 顶某年 是明目中 龙庆元年 廖准先生 三十三岁 三十三岁 这道顶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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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考试卷 重新拿来看看 突然之间呢 看到 廖凡先生呢 他这个考卷 写得非常好 所以就感叹出了 这个五篇呢 他做的这五篇文章啊 就等于五篇奏益 他的见解 文字都好 可以比得上大臣 对于皇帝的这个奏益 这七颗识 不恰音观之 老语长下不 不识说他见闻广播 他的学识很丰富 恰是说 他对于理论了解得很透彻 一是说他的文艺透彻 功夫一贯 这样的文章很难得看到 他说不能让这样一个 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的人 老于创下 一辈子当穷秀才 随一信文 身文 随一信身文准够 再给他申请去补供 这一次批准了 他说连其 射迷记制 十九十亿斗 五十亿 孔希腾算的一点 没错 确确实实 他这个临身迷 临到九十亿斗 五斗 他才能出空 因此一信 进退 有命 吃素 有迟 当然 无求 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肯定 相信一个人有命运 这个命运迟早都有时候 强求不得 于是他的心定下来了 忘念没有了 真正做到了 所以我说这种人叫标准凡复 我们做凡复都不标准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到处望求 求不到的 命里有的 终须有命运无始 莫忘求 在哪里求得到 供入印度 这做了供生了 到印度 到北京 到北京 当然也许想看看那一边的国家大学 我想他一定是去两个大学都去了解一下 选择到底在哪里读书 这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到底 留尽一年 终日尽作不约文字 为什么呢 一生都是命 想什么都是往然 所以把妄念给他止住 这歌 实在说 他是被命运所拘 无可奈何 我们看了凡这个情形 也值得同情 也值得可怜 吉思归 这是第二年 第二年 从北京 回到南方来 由南荣 这个时候 廖凡先生 三十五岁 南荣就是南京的 国资建 可见得他调查搞得清楚了 他选择南京的这个大学 想到这个学校去念书 未如今 还没有上学 在没有上学之前 先访云古会禅寺 没有上学之前 听说 这个七下山 七下山在南京 现在南京有个七下寺 那么他到七下山去访问 云古禅寺 云古是大四的号 他的发明叫做法慧 所以此地称为他 作慧禅寺 这是尊称他 云古禅寺 是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 一位高僧 这个时候 云古禅寺 已经是六十九岁了 廖凡先生三十五岁 云古大廖凡三十五岁 廖凡三十五岁去见他 那么这也是头一次遇见 我们在后面传记里面看到 云古禅寺的行仪 他的道风 他是一个真正开悟的人 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出家 出家的时候 也跟现在一样 做一些金灿佛寺 但是那个时候金灿佛寺 跟我们现在性质完全不一样 后来他觉悟到 出家干这些事情 与廖生死出三界不相干 我不是为这个而来出家的 这个出家就等于说是 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已 所以生死死大了 是九岁 他就去参许 寻死防盗 以后他确实成就了 开悟之后 他在寺院里面 铃光淘灿 专做苦行 别人不愿意做的这些苦功 他做 以后 有一些地方上的名寺 官员 发现他 这是个真正有道的高僧 所以就帮助他 希望把这个七霞山的道场恢复 他老人家 无异于 明文立阳 他介绍 另一位法司 去做主持防长 道场复兴之后 他在山后面 很隐秘的一个地方 建立一个小修行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天开炎 人极寒至 他一个人在那边苦休 我想 廖凡先生去访问 必定的是在这个所在 天开炎 一定在这个所在 因为法司已经69岁了 法司是75岁 也就是1575年 这一年 廖凡先生41岁 所以廖凡先生跟他见面 于大四元吉这个时间并不很长 只有七年 我们想想 他一定是住在 齐下山 这个天开炎 大四 平常接种 不管哪个人去访问他 他总是丢一个铺团 叫你坐在那里 叫你参 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一句话都不说 一天不讲一句话 都在定中 廖凡先生去参访他 大概也不例外 你看 于七下山中 对坐一时 反三昼夜不明悟 跟廖凡先生呢 他们坐在禅堂里面 三天三夜 一句话没说 云古温月 凡人所以不能做圣证 只为妄念相缠儿 特别是修行人 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妄念太多了 妄想分别执着太多 你这个心定不下来啊 你很奇怪 你在这里坐了三天 我不见其一妄念 没有看到你其一个妄念 这什么缘故啊 缘故禅师好奇啊 平常很少说话 遇见廖凡先生 给他说了这么一大堆的话 不容易啊 这个也是特别的缘分 我们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 确确实实有十节应援 他遇到了 云古禅师 这才开始转变命运 灵命之学 是云古禅师传授给他的 云约 无为孔先生算定 荣辱死身 借有定数 既要妄想 也无可妄想 我早年念到这一句 我想 廖凡先生呢 这个时候是标准反复 也不错 一生 按照命运 去过日子 到五十三岁 十五宗真秦 一生 没有大过失 来生 肯定 不堵 三国道 标准反复 他的命运 被孔先生算定了 荣辱死身 皆有定数 这个话 同时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不例外 凡人 只要你有念头 你就不能 没有数 也就是说 你就不能 没有定命 只要你有妄念在 如果没有妄念 那你就超越命运了 廖凡先生 虽然能够改造命运 他只能改变 他不能超越 云古禅死 了不起 为什么没有把高一层的 超越命运的这个方法 教导他呢 这也是要关机受教 看看廖凡先生的 本质 他的天赋 这些 有道德的高僧 都有能力 观机 看理 是上根 还是中根 还是下根 应急说法 所以 一切众生 遇到这些高人 没有不得力 那我们看看 廖凡先生 他是中人的根性 他不是上根 他是中根 对中根 当然不能够说上法 说上法 他不能接受 所以说法 切记 比什么都重要 法不切记 等于是 闲言语 这是佛经上说的 这闲言语 用现在的话来说 废话了 别说了 所以必须要切记切礼 我们要深深相信 任何一个人 都有命运 都有一个定数 只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在这一生当中 你必定是 盲目 目数啊 了凡先生 他被人算定了 他清楚啊 他这一生 他所行的方向 目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只是照着命运走就是了 我们可怜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这个茫茫大海当中啊 盲目的目数 如果随身烦恼 目数当中还会造许许多多罪业 这些罪业 损我们的福报 结我们的寿命 一般讲 这受啊 这损我们的寿命啊 这种情形 在今天社会 可以说比比皆是 如果善根福德 深厚的人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但是心地善良 没有 非非之想 存心 行事 都能守规矩 不做上天害理之事 不做损人力疾之事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必定被替自己赠福 替自己证受啊 不知不觉当中啊 得福报 但是 现在我们的社会 大环境不好 这个是 古今中外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大环境 人是凡夫 不可能 不受环境的影响 环境不善 我们天天被不善影响 换一句话 我们造不善业的机会就多了 而且不知不觉在造你 这个事情很可怕了 我晚年求学的时候 李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不是给我一个人说 上课 跟我们大同学们一起讲的 他讲到从前 这是古时候 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 逆人的命案 儿子杀父亲 这个事情在从前不得了 这大事情 这个事情上报给皇帝 当然 他这个儿子出死心 皇帝下了命令 这个地方的县长 彻职查办 县长发了什么过失呢 这个地方是你同志的区域 是你教化的地区 你怎么教化这样一个 大力不道的人 你教育失败 县长撤职 巡抚击够 巡抚是当时的省长 击够我 这种行政出分 还其次 朝廷下命令 那个时候 这个县都有城 都有城墙 把城墙撤掉一个角 皇帝下命令 城墙撤掉一个角 这什么意思呢 你们这个县 处了这样一个大力不道的人 是你们全县人的耻辱 现在我们在报纸杂志上 常常看到 杀父亲杀母亲 太多了 你看看 古时候的教学 跟现在的教学 一对比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古时候 社会能安定 长之久安 人民确确实实 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 无论是富贵或是贫借 有亿万财富的人 他活得幸福不幸福呢 没有幸福 他快乐不快乐呢 他没有快乐 他生活得很可怜 那说的不好听的话呢 不是过的人的生活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没有去想过 这个里头都有定数啊 定数 我们每天呢 奇心动念 淫于造作 都有加减乘处啊 加减乘处的幅度不大 大概 拘离你的这个 明书 不会超越太多的 一般算命看项 都能算得很准确 如果 如果 我们的 卧念 善念 善行 卧行 幅度很大 的话 你有大善 或者是有大善 就把你的定数改变了 如果你有大善 你命中不好 它会变好了 如果你造的是大窝 你命中本来很好 会变坏了 凡人 在所不免 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 现代社会 莫有一样 不再诱惑人 人心 怎么能够定得下来 今天修道 今天做学问 不容易成就 能在这个时代 学业 道业 有成 都是 相当的 善根 福德 应远 如果没有 相当的 善根 福德 都不可能 你有善根 你能够明理 你有福德 你才不动心 面对 所有一切诱惑 不会 齐心动念 这是真功夫 这是真的 福德 所以古时候 古大的 学校 教学的场所 佛门 修行的场所 为什么要选择在山林 人极 汉智之处 实在讲 它的目的 无非就是避开 社会的诱惑 让我们的心 容易定下来 而已 心眼再难了 我学佛 讲经 虽然这么多年 佛教 许许多多的道场 我都没有去过 在中国 我只去过九华山 去过国美山 而现在这些道场 公路开上去了 游客 很方便 以前很不方便 我小时候 我是安徽人 我的老家 在卢江 距离九华山 不算太远 但是从前朝山 要走三天 现在汽车三个小时 从前要走三天 真的要有诚意 还有人三步一拜 那大概差不多 要走七天到十天 从我们家乡 很虔诚地 拜到九华山 选择这些地方 无非是交通不方便 游人不方便 不喜欢人家到这来 我们这个环境宁静 不要被人破坏 现在开上马路 这个寺庙里头都装上电视 就完了 这个人物已经到家里来了 现在修道难了 太难太难了 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一直到今年 我们才选择澳洲图文巴的小城 山上 山城 这个小城 人口只有八万 而且这个地方的人非常保守 在现在讲 是很难得的 做学问 修道的一个好环境 不能选择在都市 都市诱惑力量太强了 没有定力 决定不能成就 画画画世界 你怎么修行 我1977年 在香港讲经 听那边的同修们告诉我 这法师 虚言老和尚曾经 到这个香港 香港同修要挽留老和尚 定居在香港 老和尚说 这个地方画画世界 不适合休息 所以 住了没几天 就回到中国去了 为什么呢 诱惑力量太大了 名利心太重了 不是一个修行的出所 如果要像是廖凡先生 那这种心态 那心 他已经知道 自己命运算定了 答妄想也是恶然 他心定下来了 这也说明 云谷禅思就哈哈大笑了 我代入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 什么叫豪杰 一般人做不到 你能做到 这个人就是英雄 就是豪杰 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妄念 不识普通人 能做到 了凡先生 能做到 在一问什么 人命被人算定了 答妄想也枉然 这样才不答妄想了 这是反复 这是个标准反复 我们要知道 从这个地方要真正形悟过来 看看 看看云谷禅思 怎样开导他 怎样教化他 怎样把他这些错误的观念 扭转过来 这是真实的学问 较凡先生能接受 是他的善根 佛家讲善根 是能够明了 能够依教奉行 深信不疑 依教奉行 这是他的福德 有善根 有福德 又遇到这样好的善知识 开导他 这是因缘 善根 福德 因缘 三个条件具足 他成就了 他能够把他的命运改变 道理在此地 我们今天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